昨晚清帝一路连胜冲击颠峰前三 连跪两把后重拾信心不料撞车书员和曾经说要打爆自己的Tissheet 好在我方有个颠峰第一的花子助阵 对局中书员在粉丝怂恼下想打爆猴子 Tissheet扬言被克制了 同队的花子也表示很难受天才经脉进断 最后究竟谁能带飞呢 早在家在页面清帝看到阵容直呼不可能输 进入游戏 清帝正常拦开 中路谁也不服谁硬拼爆发一些 不过很快Tissheet扳杀敌人结扳回人头 有献拳的花子便想入侵野区 书员一看这么嚣张怒了 花子见要被暴力马开卖呼救 在花子的那喊下反杀追击的花木兰 书员见状气坏了 随后四级的清帝来中路想开书员被骑躲过大招 看到孙策开船后追击朵莉亚 没想到朵莉亚净化躲控制又反控顿山从容跑掉 太秀了 而花子回去时周瑜没靠过来被两人跃塔 清帝收完资源赶过来还是眼睁睁看齐被抬走 由于没大招也只能放婉儿离开 三分多钟双方在上路爆发小团战 对面双大刘婉儿直接起飞抬走三人 清帝方已经陷入烈势 花子见状真是人在下路坐或从上路来 很难受的呀 很逆风啊 四分钟对面依旧挂鞭打上路 清帝见对面人少连忙开团 婉儿还没起飞就被击杀 此时花子也开船过来支援想扩大战果 可以可以可以我这边还能留我这边还能留 开始撤退 没想到队友跟不上伤害被反杀 很痛苦 五分半清帝想守栏 敌人结果中路支援就被婉儿埋伏秒杀 疏源见状想入青篮区 清帝细节让后退一步不让其刷被动 等花子赶来将其拿下 来看看疏源视角怎么回事 书源一死 清帝顺势开了暴君 看到对面在中路压得这么狠 一进场看这么多人围着赶紧跑路 骗了一波技能后玩 还想双大倍赶来的花子控住 敌人结拿到人头 接着花子带队友趁机压一躺 双方爆发小团战 最终双方二划二 清帝看法师没状态只好作罢 七分多钟花子带线被两人包夹 清帝前去支援 没想到婉儿居然敢蹲猴王 却敲得飞不了天 最终双方一换一撤退 回来中路朵丽娅想前来看视野 随着顿山背过来 清帝将其击杀 此时虽然清帝方还落后一个人头 但经济已经失品 时间来到十分钟 清帝率先动龙引对面来接团 打退对面后继续开龙 但输远方直接杀进来 好在清帝抢到暴君 但对面跑得也挺快 见一击位中立马远动 然而就在清帝回来刷野师瓦 还想如法炮制秒敌元杰 但敌元杰及时闪现分散伤害 花子见对面少人立马开团 卧槽 随着清帝拿下两人 打残Peatship后意识到危险往后拉扯 输远进场了 最终二换二 花子看到自己的优秀战绩直呼天才陨落 0-5 0-5 我已经被毁了 我已经毁掉了 我又废了 已经经脉进断 而输远这边看到清帝跑野区来找自己 连忙跑路 吃掉天上雪帘后 又见Peatship支援过来顿时有了 看到清帝没打理自己便来中路反蹲 毫不知情的清帝还想着抓玩就被输远掀手一套 立马反打没想到输远跑得挺快 花子看到这一幕快气哭了 而输远没状态 清帝趁机开了大龙 随后回来刷篮对面还想抢视野 干嘛那么认真冲动呢 清帝帮五人立马集结拿下两人 输远看到这一幕只好绕后 最终清帝携手花子拿下比赛 下面有请两位受害人发言 被克制了没办法是吧